9月30日由谈指之间文化传媒动感101联合主办上海市长宁区文化局全程执导的全国新声代歌手大赛 东方风领榜发现新声力第五季总决赛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响亮开唱 临婚流行新片后原雅为国内乐坛才子李全 华语金曲唱将黄大伟坐正现场 与数十家流量媒体和几百位观众一起见证了12个年轻人挑战音乐梦想 在采访环节当谈到有专业的音乐选手参赛和非专业的素人选手参赛时 袁雅为表示 我觉得音乐就是有些时候音乐是天生的 但我觉得大部分是天生 但后天是更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你参加比赛的这个经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成长过程 然后在你参加比赛的过程当中你可以遇到知己 我觉得然后相互之间的这个学习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历程 所以我觉得其实人生我们活在这个 我们在生活里就是每天都在学习 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能够有喜欢 有共识的人能够相遇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的缘分和机遇吧 我觉得对 赛后弹指之间将为胜出的年轻音乐人才提供专业舞台 赛后弹指之间将为胜出的年轻音乐人才提供专业舞台和演出机会 将为他们量身定制培训计划 磨练提升他们的演唱功力和舞台技巧 更将携手动感101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推广渠道 回到朱莉音乐梦想的初心 发现新生力将培养这些有潜质的优质人才 打造中国乐坛新生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